现在我们是给小朋友们准备的四件套 因为我儿子比较容易过敏 然后所以说小姐姐说这个下背 那个带恐龙的下背 它是可以用的 低敏的 就是有一些小孩 特别容易敏敏的 特别对那种小菌菌啊 敏感的一定要用这种低敏的 因为它的这种安全级别很高 很难做的 它是低敏的这个下背 这个下背呢 我肯定要买了呀 也可以机洗的 也可以用洗机水洗都没有问题 来打开让人家看一下吧 行不行 因为这个的话肯定 因为我们家俩孩子都喜欢恐龙 上面画的有恐龙 还有大象 它如果说你回家 就也可以不用套背罩也可以用 对 用套 直接可以切身用 对 然后还有小孩子比较喜欢的小青蛙的 还有一个小青蛙的 然后下面这个四件套 是我必须必须必须的买 因为它是独角兽款 我女儿真的太喜欢独角兽了 然后这个呢 是小青蛙 小青蛙这个是两面可以用的 AB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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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也好看 好看 这是小朋友们的啊 这个也可以洗啊 它可以洗的 也不用套背罩 直接可以擀 这种就是弄脏的 也很简单 一洗就好了 好 然后 你一个星期洗一次也是可以的 小孩子的洗得轻 对轻一点 而且对于小孩子来说 这个四件套也好 下背也好 我们选的时候 我们选的可能标准会更高一点 你看这种纯棉的 小孩子的一个育定要有好 我们还有个小孩枕呢 小孩子的乳胶枕 乳胶枕 两个高后 这边矮一点 如果它身高比较低的啊 比如说 稍微矮一点 你可以用这一边 如果长大了之后呢 比如说它超过一米五以上了 你就用这一边 哦 你说这个 对 它两边都是高度不一样 它可以用个大概五年 或者是八年是可以的 那你说这个乳胶枕 它能用多少年 五年八年没有问题 开身高 你看啊 你说它的这个材质 用多少年 材质的话 像我们准备家 乳胶枕 十年以上问题不大 一个枕都能用十年 乳胶枕呀 乳胶枕它你看 用安全 卫生 它是天然乳胶做的 你看这种枕头Q弹性 你看 好看吗 小鸣九年英文教育 都不用换镇头了 对啊 对啊 对啊